在正观之志前两集 我们分别讲述了唐太宗登基后 在人事和经济上的一些举措 今天我们再来看看 太宗在整肃励志方面的努力 武德朝的大唐政治风气 可以说十分败坏 太宗登基后 曾经在多个场合 表达过对前朝风气的不满 而造成朝唐风气败坏的罪魁祸首 当然就是李渊这个泄人 正观正要里 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非常生动地说明了 唐太宗和唐高祖的区别 说在贞观二年 长孙皇后给太宗纳妃 相中了隋朝通事社人 正人纪的女儿 诏书都发出去了 魏中急匆匆地上奏 说陛下 我听说正人纪的女儿 已经和一个陆姓人家有婚约了 太宗大惊说 啊 是吗 那收回成命吧 不能毁人婚约啊 房玄林等人表示反对 他们说 陛下 册封的诏书已经发出去了 怎么能收回来呢 天子的话是可以随便反悔的吗 那天子的威严又何在呢 况且 正家和陆家的婚约 只是口头约定 又没有签合同 建议陛下 仍然纳其为非 太宗犹豫未决之间 陆家那边派人来 给太宗成了个奏章 说自己和正人纪确实关系很好 但是并没有订婚 谁说订婚的 胡说八道 这下连太宗都懵了 寻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家和陆家 到底有没有婚约 魏征在一旁听完 说 哦 我知道了 陆家是把陛下宁当成太上皇了 太宗说 什么意思 什么叫把朕当成太上皇了 魏征解释道 陛下 您不知道 太上皇当初宠信过一个 有夫之妇 为了眼不见为尽 太上皇还把他老公 贬出京城 陆家是害怕陛下 您和太上皇一样 所以矢口否认婚约一事 免得给自己惹麻烦 太宗听完 哈哈大笑 说 朕才不是太上皇呢 朕是李世民 于是下了封赤叔 说 朕仁基的女儿 此前已有婚配 朕没有查问清楚 就将其纳妃 是朕和官吏们的疏忽 现在既然一切查明 那朕自然不能毁人婚约 宪令 正路两家 按照旧约完婚 赤叔一下 世人无不惊叹 太宗和高祖这样的区别 还有很多 比如 贞官元年 太宗对房玄林说 对于月宫杂技 就像他的表演再精彩 也不可以给他封官 知道吗 给他们赏赐些金银就好了 太宗这话是有所指的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李渊 实在 李渊在位时 很喜欢一个跳舞的胡人 叫安赤卢 打算把他封为散记常事 李刚 对 就是那个太子杀手李刚 尚书道 陛下万万不可 自古以来 从来没有五胡做散记常事的 况且现在大业草创 工程们有很多还在等待封上 人才 还有很多在等待被发现 陛下 您这个时候给一个跳舞的胡人 封五品官 恐怕会让天下世人寒心啊 李刚这话说的可谓有理有据 子子猪鸡 但是李渊表示 我不听 我就要疯 你管不着 李渊就是这么一个任人为亲 任性的人 对于他喜欢的人 比如裴继 安赤卢 李渊好得不得了 你只要不谋反 哪怕把天捅个窟窿 李渊都能帮你补上 比如斗皇后的族兄斗鬼 武德年间在蜀地做官 这个斗鬼 性情残暴 打仗的时候 部下稍微有点过错 即可被诛杀 而且他还特别喜欢鞭榻士族 打得血流满地 旁人见了 无不浑身发动 有一次 斗鬼派仆人去官府办点事 仆人出去后 斗鬼忽然想起来 哎呀 自己曾经下过一道命令 说仆人不得外出 仆人回来后 斗鬼大怒 说 你怎么出去了 仆人大为不解 卧槽 不是你让我出去的吗 斗鬼说 嗯 我让你出去 你就出去吗 你不知道我曾经下令 仆人不得外出吗 你为什么不争辩一下 来人 拖下去 斩了 行行的柜子手 听完都呆了 他迟疑了半天 下不去手 斗鬼对柜子手说 你怎么不动手 是在同情他吗 好 我连你一块傻了 然后 这个柜子手和仆人 一起命丧 突刀之下 而斗鬼就是这么个人渣 远在长安的里渊 听闻斗鬼的种种事迹后 把他召回京城 怒斥道 震当初赐给你二十多个仆人 随你入属 现在他们都快被你杀光了 然后把他关进了大牢 没过多久 李渊的气消了 他居然把斗鬼放了出来 还让他重返属地做官 你说他 他是怎么想的 建议大家把人间之谢 打在公平上 对于自己在靖阳的老朋友 李渊成立后 给他们加官进决 却从来不看 他们是否有才能 比如李高千 随末和李渊相识 唐少建立后 被封为左五位大将军 武德六年 院军将手下一个叫高满正的 带着马翼归降唐朝 不久 突厥派兵前来攻打马翼 李渊派李高千救援 结果李高千临着脱逃 使得唐军全军覆没 此战 马翼得而复失 高满正亦被邪力可汗杀害 对于犯下如此滔天大罪的李高千 李渊起初十分恼火 他将李高千除名 发配边疆 可是过了不久 李渊的气消了 重新启用李高千 还封他做灵州刺史 还有一个叫许世絮的 啥本事没有 就因为随末的时候 吹捧了两具李渊 信和屠称 日后必成大业 被李渊封为蔡州刺史 刺史是个什么官 那是一方百姓的衣食树母 唐太宗在位时 对于各地的刺史 唯恐他们不能尽心尽力 特意在屏方上写上 各地刺史的名字 还在他们名字下面 做上标注 这个人有什么能力 这个人有什么贡献 天天读 天天看 唐太宗为什么这么重视各地刺史 因为他很清楚 地方官员的重要性 中央的大政方针制定的再好 地方执行不到位 那也白搭 所谓都督刺史 此辈是治乱所系 游须得人 反观李渊 临阵脱逃 丢失国土的人能做刺史 没有本事 只会溜须拍马的人 也能做刺史 大唐的各地刺史 如果都是这种人 那国家能好起来 就怪了 太宗登记后 加强了对各地方官员的 选拔任用 太宗规定 各地刺史 需由他亲自选拔 县令则由朝廷无品官 以上推荐 此外 唐太宗还要求身边人 多多发现人才 随时举荐 有一次 唐太宗和房玄龄 杜如会说 你们要帮政 多物色些优秀的贤者 正感觉你们有很多时间 都浪费在日常的公文暗读上了 这样吧 正下个诏书 以后 昔之末节的事 交给尚书左右程去 你们多花点时间 为朝廷 发现人才 还有一次 太宗问封德仪 说 正之前让你给正 举荐人才 为什么你一直没动静 封德仪说 尔臣没有发现什么人才 太宗审笑 哈 没有发现人才 你意思是我大唐 无人可用吗 封德仪听完 满脸羞愧 与发掘潜在人才 同时进行的 是唐太宗 淘汰无能的庸采 正观元年 唐太宗让房玄龄 主持官员的经典工作 房玄龄不辱使命 一口气把朝廷的官员 裁到只剩640人 说起这个冗官 武德年间 李渊究竟封了多少官 我没有找到确切的数字 但是有一个小故事 可以反映出 武德朝 滥封官员的风气 大唐创业其余助理说 帝特善书 功而且吉 常一日助寿千许人官 李渊这家伙 擅长写字 写的是又快又好 曾经在一天之内 封了一千个官 韵必如飞 好家伙 温大雅 这是在夸李渊呢 还是在讽刺李渊呢 一天之内 封一千个官 这场面 反正我是没见过 武德朝的行政区划 也是十分混乱 部分地区一个州 只辖一个县 这种州留着有什么用 纯属浪费粮食 唐太宗登记后 立马对行政区划 做了大调整 首先取消了武德年间的刑台 并撤销了一大批都督府 大家如果对 太宗的超长头衔有印象的话 应该会记得其中有两个刑台 分别是 陕东道大刑台 和益州道刑台 太宗继位后 随即取消了这两个刑台 被取消的都督府 如下图所示 接着 太宗省定了一大批的州线 又创造性的设立了 贞官时道 需要说明的是 贞官时期的道 不是一个行政层级 它没有任何常设官员 而只是作为监察区域 道这个词儿源自北朝 我们在隋代史料中 常常可以看到某某道 但是北朝和隋代的道 只是临时设立 事成即罢 太宗创造性的吸收了前朝经验 将道固定下来 贞官年间全国共有十道 他们分别是 官内道 河南道 河东道 河北道 山南道 龙右道 淮南道 江南道 建南道 岭南道 贞官时道下有358个州 1551个县 唐高宗时 唐朝疆域大为扩展 各道的范围也有变化 注意看 官内道的范围一直延伸到了贝加尔谷 好家伙 把贝加尔谷划入官内道 唐人的脑洞术实开得太大 唐玄宗时 把山南道和江南道 各自分为东西二道 并增设了前中道 金基道 都基道 每个州设立采访室 这便是圣唐的开源15道 行政区划的清晰 对于加强中央地方的统治 是很有避意的 道正以常态化监察区域的设立 既避免了三级之下的冗官问题 又提高了上下之间的沟通效率 使得中央的指令 可以迅速深入地被各地方落实 说完金简官员 改革行政区话 我们再聊聊贞官初年 另一个重大事项 薛蒋封王 武则九年十一月 唐太宗刚登基三个月 他就下了一道命令 将宗室封郡王者 并为开国献功 我们之前讲过 唐太爵位分为九等 从郡王降到开国献功 那是连降三等 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 唐太宗之所以要这么大力度 薛蒋封王 是因为李渊封的郡王 实在太多了 李渊把自己唐兄弟的后代 父亲的唐兄弟的后代 祖父的唐兄弟的后代 哪怕是强保中的婴儿 都封为郡王 太宗对此十分不满 说 郑贵为天子 职责在于养活天下百姓 怎么可以反过来让天下百姓 能养活朕和朕的家族呢 岁有前文连降三等爵位之事 太宗作为从随末战争中走出的帝王 亲眼目睹过人民的力量 因此他对待百姓总是心存敬畏 唐太宗曾经在多个场合 强调过人民的重要性 作为大家熟知的 自然就是那句 谁可在舟亦可覆舟 此外还有天子者 有道则人退而为主 无道则人欺而不用 诚可畏也 再比如 太宗曾把君主剥削人民 比喻为歌谷以弹覆 是自诩灭亡的行径 对百姓心存敬畏 是贞观之志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往后的君主 没有太宗这样切身的体验 久居深宫 不知事事坚信 很容易就染上交涉淫义的毛病 当然这是后话 说回贞观初年 太宗薛俭凤王的政策 引来了强烈的抵抗 其中最大的一股势力 来源于利州都督 义安王李孝长 李孝长是李渊的足弟 隋末担任华英令 李渊入官时 以永丰仓来想 李渊成立后 封李孝长为利州都督 太宗薛俭凤王的政策 触动了李孝长的利益 于是他纠结刘德玉 长孙安叶等人 意图谋反 事发扶诸 这个长孙安叶 是长孙皇后的哥哥 但是俩人不是一个母亲 长孙胜死后 长孙安叶把长孙皇后 和长孙无忌赶出家门 还是舅舅高世莲 收留了这对兄妹 太宗登基后 长孙安叶被封为 右肩门将军 照理说 大唐对他可谓人质易尽 但他还是不满足 要谋反 真是不作就不会死 李孝长被诛杀后 利州都督一直空缺 太宗派遣 晋阳起兵的元朗 武德年间的郭武尚书 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父亲 武士霍 有的也读约或者读药 去接任 也因此 利州 即今天四川省广源市 和武则天产生的联系 顺便提一句 关于武则天是否出生在广源 建国后的史学界曾经有一番非常激烈的讨论 郭梦尔先生坚定地认为 武则天出生于广源 可是根据史书记载 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 那时候武士霍还没有调任利州都督 关于这场争论的前一后果 等我们讲到武则天的时候 再详细展开吧 经过薛检封王 金检官吏 淘汰庸才等一系列大陆阔福的改革 到贞观三年 太宗基本上把前朝恶习一扫而空 也是在贞观三年 太宗对朝廷的宰相上书队伍 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 无下图所示 相比贞观元年的宰相上书图 我们会发现变化很大 这都是有原因的 比如萧宇和陈淑达 这对死对头 天天在朝朝上吵架 慕无君上 太宗实在无法忍受 就把他们俩赶出了宰相的队伍 定他们闭门思过 冯德仪在贞观元年去世 高世莲因为犯了错 也被太宗贬官 贞观三年 上书左右蒲叶 分别是我们熟悉的防谋杜断 李靖一人身兼中书令 兵部上书两个职位 读书会亦坚任力部上书 注意看这里 魏征是秘书界阔胡 参与朝政 这是唐太宗的发明 给你一个阔胡 参与朝政 你就是宰相了 至于李渊的老乡好 裴继 贞观三年 正式被太宗移除群僚 登记之初 太宗对裴继 还是很客气的 当然那只是为了政治需要 假装出来 太宗心里对裴继 八成是恨之入骨 毕竟当年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刘文静就是被裴继害死的 算起来这已经是武德二年的事了 但即便过去整整十年 我相信太宗不会忘记刘文静之死 裴继被罢官的原有是和妖僧往来 学堂之际一些僧人常常活跃在政治舞台 四处煽风点火 妖言惑众 而这是统治者绝对无法容忍的 裴继当时和一个叫法雅的妖僧走了近 受到牵连 太宗遂将裴继免关 让他回家 封义也削下一半 原来是一箱五百户 裴继还想在太宗面前为自己争辩一下 但是太宗根本就不想再见到他了 他对裴继说 宁老的功劳并不高 才能也很平庸 都是因为有太上皇的恩宠 你才能有今天的地位 武德朝风气败坏 励志松弛 都是你干的好事 朕念在旧情 不想对你过多追究 你不回家老是待着 还想在京城干什么 这话说得非常重 而且点名批评了太上皇 裴继贬官回家后 遭到当地一个叫姓刑的人 他对裴继的家仆说 你家主人有天命呀 裴继十分害怕 打算把听过这话的家仆都杀掉 这个信刑当时已经死了 结果有一个仆人逃了出来 告发此事 太宗勃然大恶 说裴继犯了四条大罪 一是和妖僧法雅接触 二是妄称 大唐有天下都是因为他的谋划 三是听到天命之说 逆而不揍 四是暗地里杀人灭口 这四条随便挑一个 朕都可以杀了裴继 但是既然大臣们都为他求情 这就放裴继一条命吧 太宗虽将裴继流放到靖州 即今天的四川省旺苍县 不知道太宗是有意把裴继流放到靖州 还是巧合 总之裴继在靖州 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途 解决完裴继后 太宗开始对李渊施压 具体的过程 咱们不知道 史书也不可能写 那些父辞子孝的往来信件 只是给后人看的官样文章罢了 我们能够知道的是 征官三年 李渊搬离了太极宫 来到大安宫 即李世民当年的齐王府居住 搬家的内在含义是 李渊对朝众的影响 已经被太宗清除干净 不管内心愿不愿意 在往后的日子里 李渊只能做一个有名无权的太上皇了 而太宗也终于可以 名正言顺的在正殿办公 说到宫殿 这里和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 用于说明太宗和李渊的显著区别 据旧堂书苏世常传记载 有一次 李渊为他的老熟人苏世常 在披香殿设宴 苏世常问李渊 啊 这宫殿造得真漂亮 是隋杨帝造的吧 李渊当场脸就黑了 说 你可真是老糊涂了 这明明是正造的宫殿 你怎么说是隋杨帝造的 苏世常赶忙请罪 说 臣该死 臣只是观察这宫殿的华丽 奢侈程度 不像是个新兴君主 能够造出来的样子 陛下 想当初我们在武宫县的时候 住的屋子 仅能够遮风挡雨 但那时我们并没有觉得很艰苦 怎么现在入了关 反而丢掉了当初的本心呢 怎么也开始学隋杨帝奢华无度 贪图享受起来的呢 实在 李渊听完 深燃之 觉得苏世常说的很对 要我说 幸亏你是李渊的老朋友 不然李渊非得杀了你不可 接着来看太宗的例子 据贞官重要简约记载 贞官二年 百官上奏唐太宗 说宫中潮湿 恳请陛下 新建一个楼阁 以避失庆 太宗回复道 朕有契机 确实不能在潮湿的地方久居 你们的心意 我领了 可是现在国家物力维艰 不可大兴土目 朕当一汉文帝 停修露台故事 依然拒绝了百官的意见 好的 至此我们就将 太宗对励志的整顿 介绍的差不多了 下一期我们将目光 移到一位重量级人物的身上 他的名字和贞官这个时代 紧紧的绑定在了一起 哪怕到了现在 人们只要提起贞官之治 下一秒就必然会想到他 敬期待贞官之治第四集 千古未争